本公司代辦加拿大工作簽證 可以大同配偶和子女一同前往 未滿18歲的子女更可以享有免費中小學教育 一年之後就可以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 申請人只需要有中學學歷 無犯罪紀錄和持有香港特區護照 本公司就可以代辦所有手續和工作擔保 WhatsApp我們了解更多詳情啦! 新時段一人不閉嘴 鹹蛋超人女人家得必你們好 大家好,這個新時段 是啊,因為這個人太長時間一般熬得住 所以我說10月16日就是今天 正式我們搬鬥 看看效果,除非跌得很厲害 不然永遠都是在這個中數來做的 下一次一個禮拜吧 下一次一個禮拜吧,如果是的話可以的 另外呢,多謝大家啦 陳大雲先生很開心 因為呢,顛舊美呢,好評如潮 過八個留言都說,哎呀,笑到扁街 跟著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加陳大雲,難道我嗎? 跟著就說,不如一改135啦 不如加鐘做兩個小時啦 那留言每個人都說,喂,一個小時真的不夠 不如做兩個小時啦 那不是一個留言是這樣 是幾個留言都是這樣 那多謝大家啦 大家也都說,哎呀,大菲你們做些節目 這麼低俗,沒有內涵 那麻煩你真的回去陷了,大哥 我們這些是低俗的,你看大菲 難道穿了西裝,打了胎 跟你做節目嗎? 是不是? 難道陳大雲他做地盤的 又搞這些嗎? 是不是? 這個是沒有辦法啦,那都多謝啦 因為呢,一個新節目呢 第一集呢,就已經九千三啦 其實呢,比我預計中是差不多 少一些,就是更少的 但是第二集呢,可以去到呢 是的 去到呢,來到這麼高呢 真是多謝大家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事 因為我漏了一個銀包在上高 麻煩你,那我給你 可以了,可以了 所以我知道的 那第二集呢,就不夠二十四個小時啦 那已經有萬一view啦 那如果這些片呢,你們幫忙分享出去 推出去呢,我想會去到 萬七八啦 如果 你們再支持一些的話 這條,就是呢 顛救美呢,很有可能會去到四五萬 甚至更加多 因為我沒有試過呢 拍檔跟別人這樣的形式做節目 雖然都是兩條馬路在那裏 在那裏 在那裏 不是 有時候呢,你一個人做節目 就好像這樣 你想 好笑點不行的 那你一定要有對手 那陳大雲是一個好的對手 是真的 陳大雲是一個好的對手 還有他年輕我很多 他足足年輕我二十年 那你就知道 他的反應快了我幾多 可以兜兜轉轉啊 各樣東西 那當然就說,哎呀,你兩條馬路 自己講自己笑 下面擠都不笑 那有些這樣的 comment 但是事實上 那個是一個而已 是吧 最重要 就是你們 如果兩小時 有網上對答 應該會很厲害 那我打算 三月呢 我試一下將一天不收聲 可能延長時間的 那我就想接電話 可能每一個星期找一天 那就延長時間 就接電話 就是那天呢 就不要說那麽沉重 就你們打電話上來 那我們看一下灑月 多謝 加日Patreon請說 有火花有對答 生動 是啊 所以 我們開始改形式 那一路去 一路去 那 昨晚 昨晚有一個 一個無謂人的伏播 就找了一間酒吧餐廳的老闆 很厲害 那 講很多不同的話題 一路吃著飯 一路講 那 希望 一百五十五人七十手指公 陳肺卿 都 看一下你們 你們 喜歡什麽形式 如果你說 太過學術性的 我不是台掌 台掌堅 但是我們這些 只能夠 就是 輕鬆一些 現在香港 你這麽沉悶 有個這樣的節目 會輕鬆一些 就是不用大家 只是講粗口 拍台拍椅子在那裏罵 或者有時候 哎呀 很沉重 不停地講 不停地講 那 始終都 就是 看得 開開心心 那你又不要想著 哎呀 我們真是很厲害 就是不是的 就是大家開開心心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下個星期 的主題呢 就是 拯救娛樂圈 是啊 拯救娛樂圈 那麽就 定了個標題 我們明天就錄播了 就是明天 陳大雲呢 就會早些收工 那五點多鐘呢 就來錄的了 那麽呢 就跟著 錄完之後呢 下個星期就出 跟著呢 這個星期如果有辦法 星期六呢 可以早些 或者星期日呢 錄兩三集 或者錄長些 錄長些 現在二八十八人 那麽還要少少 那麽已經過了四分鐘 那麽已經過了四分鐘 那麽 阿昌哥妳好 Wingho妳好 皮皮妳好 啊 鹹蛋超人妳好 CM空妳好 啊 Alan M妳好 是 那麽等多 呢 兩分鐘啦 兩分鐘我們就開始了 啊 啊 阿昌哥 江放工 是啊 那看一下啦 一個禮拜做三晚 問問陳大雲 我其實每天都在這裏 是吧 我 我 天天都在這裏 我不知道喔 但是 是的 是一個好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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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麽 在這裏都多謝大家支持啦 那麽不要等了 哎呀都已經六分鐘了 那麽 那麽等一下還有一個生活王國 那麽 那麽砌著的 那麽再等的 就是這個節目不用做 那麽時間短就無謂 那麽 那麽其實呢 你打開新聞 全世界是沒有新聞的 所有的新聞 講來講去 其實就是 以色列 哈馬斯 不是巴勒斯坦 是哈馬斯的戰鬥 那麽到今時今日 還未發生的就是 地面部隊 在多倫多 你好 地面部隊 到今時今日 是沒有發生的 那麽當然啦 對戰咪問啦 內塔尼亞湖 你做什麽還不打呢 那麽 那麽內塔尼亞湖就說 天氣問題 哇 當你超高音速導彈 當你F-35 喂 你那麽夜視鏡也好 雷達也好 哪裏需要你天氣的 那麽當然 爲什麽會發生到 24小時過了 還不打 其實 就是 人道問題 因爲 打就打定了 但是爲什麽要拖 就是因爲走不完 美國佬 聯合國 聯合國籌了3億 擺在那裏 以色列 在南部 已經開放了邊境 最新消息的 就是埃及 美國 美國 布林肯本身今天就在哪裏 今天應該出現的就是以色列 他的行程 但結果 退後了 那就是爲什麽 無非布林肯就是要解決的 就是人道問題 他跟埃及 談戶 拉上以色列在那裏 就是一個布袋營 他將整個加沙地帶封了 只有一個南部出口 現在到我做節目的時候 已經有八十幾九十萬人 他們已經離開了加沙地帶 是 昨天六十幾 今天 就已經來到八十幾萬 剛剛好 我做節目的時候 我才查一查 發生什麽事 那你就 見得到 即是說以色列在這裏 有某種程度的唾協 就是 我動你 起碼不要動到平民 免得被世界譴責 亦都令到美國交到差 亦都令到聯合國 可以說少些 而更重要的 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令到中東十五個國家 他們沒有反彈 那事實上有沒有反彈 布林肯已經第一時間 打了個電話給伊朗 你千萬不要動手 第一隻福特號已經到了 第二隻的航母都到為 兩大的航母打擊群已經進入了波斯灣 布林肯打電話給伊朗 你動手的 經濟制裁就封到你媽媽都不認得 現在中國 買的最便宜的石油 不是俄羅斯 俄羅斯基本上賣給中國的天然氣 是國際油價便宜五元 不是最大得益 真正最大得益的 買到便宜的就是伊朗 伊朗賣給中國的燃油 對比國際油價大概便宜二十元 而根據報道 美國已經 中國已經儲存了 對不起 先問美國 伊朗賣石油給中國 是便宜市價的二十元 美國布林肯說得出 就是說 你如果再是這樣 封死的波斯灣 你石油一滴都出不到的時候 你怎樣搞 你的來源就是教中國跟你買石油 而中國也都在你身上買到便宜 所以伊朗很狠 黎巴嫩很狠 他說你試一下動手 我們就會採取行動 事實上到今時今日 還未就是黎巴嫩的真主黨 得閒無事射幾支火箭過來 我又射兩支火箭過來 我不相信伊朗和黎巴嫩 甚至敘利亞真的敢出手 因為之前跟大家說過 當伊朗的外長準備降落在敘利亞的機場的時候 F-35B已經摧毀了它兩個的內陸機場 伊朗外長嚇到鼻孔都沒有肉 即時飛走 大家不同級數 但是今天 以色列 美國和埃及 講了南部邊境的問題 一路會繼續開放 我相信 還要過多一兩日 你說打還是不打 多謝CC10 你說會不會打 是否堅決打 其實現在你看到的以色列 即是等於當日美國的911 為什麽 為什麽呢 就是你挑動了他的神經 即使是你射不是你射 或者當日911 那麽 全個美國 只是向一個 只要有蛛絲馬跡 他不管你怎樣 他就會全國之力去掩蓋你 因為一定是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等於被人覺得以色列搞不定 這樣就不是哈馬斯 甚至有珍珠黨 跟著真主黨 你更加就是 有其他敘利亞 伊朗 什麽都來 在這裏 他要先打你 所以 他一定要打到底 你不要以為 說不會 因為他不打到底的話 這樣 其他的 所謂的恐怖分子 或者武裝力量 就會出現 這個才是現在 以色列要做的 所以 內塔尼亞湖 其實現在都在邊境 親自篤詩 在等 你究竟有幾多人 過到關 那這裏 哈馬斯最怕的事就發生 為什麽 你挾持了 200萬的巴勒斯坦人 原來 整個 整個哈馬斯 是6萬5千人 這6萬5千人 去挾持了200萬人 過去 一下下 一說下飛機 一說炸彈車 就推些巴勒斯坦人出去 結果 你是看到 看到現在 不停地走 即是人盾沒有了 即是當日 你經常找巴勒斯坦人做人盾 結果巴勒斯坦人 在現在這個環境 他們逃生 那 你們沒有了人盾 他們就會赤裸裸地暴露在整個加沙地區裏面 跟著以色列的所謂的三路戰術 其實剛剛好 剛才都說 有一隻 哈馬斯的船 已經即時被以色列 堆毀了 即是這場仗 一定打到底 不是計24小時 現在是等巴勒斯坦人走 至於哈馬斯 現在切重重關卡 不讓人走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恐怖分子 因為他知道 只要清空了巴勒斯坦人 他們什麼的都沒有用 散兵游泳 不足以撼大樹 這個已經完全暴露到 而最重要的當然 就是美國壓陣 壓低了伊朗 壓低了真主黨 甚至敘利亞 那你說會不會局勢蔓延 我相信不會 只要真是地面部隊 這樣就會很快打完 哈馬斯也都沒有能力 那當然 英國 一些戰略專家智庫就說 這是一個陷阱 哈馬斯等著以色列 就是大量的地雷 大量的陷阱 等著以色列進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因為如果他進來的話 他一定 全面開戰 只有飛機在上高落 跟著下面的地面部隊 一路進來 即是說 有制空拳來打 而你沒有辦法 可以挑戰到 以色列的空軍 你不要想著 打巷戰 今時今日 沒有巷戰打 如果實力懸殊到這樣 如果今天 你告訴我 烏克蘭 他有制空權的話 他真的和你賣身肉搏 不要玩 多謝 這裏 你也看到拜登 拜登 收窄的範圍 他講明 哈馬斯 一個都要清除 但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佔領加沙地大 你問 以色列 如果真的搞定哈馬斯 他也都不會佔領加沙地大 如果他要佔領的 一早佔領了 沒有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至於其他十五個 所謂的中東國家 到今時今日 援助行動 有沒有見過 切肉不離皮 大家都是阿拉伯人 一聲都沒有 不僅如此 你們經常說 代表巴勒斯坦 但是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 在到今天 連一句都沒有說 他們心目中 都很希望 就是借著以色列的手 將哈馬斯連根拔起 將伊朗的手手腳腳斬斷 但是來到這裡 當然有麥當勞 麥當勞 是以色列的麥當勞 每天都會發送四千份的麥當勞 送去軍方醫院 送去支持以色列的軍人 是免費 結果 你見到其他地區的 已經出現了 就是反麥當勞 接著你見到 很多的國家 發洞出來 我們是加盟店 跟以色列無關 接著你見到巴基斯坦 開始衝擊 麥當勞 這些真是冤枉 大佬 大佬大家都知道 麥當勞 其實是一個特拒加盟店 即是你給加盟費 我便給你做 就像大陸 金拱門 是不是 金拱門 央及慈喻 現在全世界都要表態 你可以支持巴克斯坦 尤其是美國 你看到AOC這幫混蛋 走出來 真是眼淵 民主黨 大量的人走出來 但是 以色列已經斷水斷糧 以色列 你看哈佛大學 你說你支持 哈馬斯的 即時將所有的獎學金 我和你說 Goodbye 美國政府 耶倫是什麼人 猶太人 拜登的老婆是什麼人 猶太人 其實 現在統領著 整個美國架構的 都是猶太人 甚至經濟 全球已經反哈馬斯 去到一個 地步 只要你一高舉哈馬斯 就能拉 你看看德國 拉人封艇 而法國也是 都是 你一出來 我就拉你 跟著想辦法 踢你走 跟著到今天的英國 也都出了聲明 如果你支持哈馬斯 就認同恐怖分子 這件事就大了 支持哈馬斯 未必是巴勒斯坦人 或者中東人 很多中國的傻子 流學那裡 我們支持哈馬斯 是不是 因為美國人支持以色列 我們一定支持他對家的 我們支持哈馬斯 這幫中國的傻子 我真的很怕英國人 一揹拉完 跟著趕他出境 當然 首先 我們搞清楚 哈馬斯不是巴勒斯坦 但是 他是經過 在加沙地帶 他本身是經過選票選出來的 當時是有六成選民 那你就不得不 將他當為一個政府 他是一個執政黨 那 而 在加沙地帶的 那些巴勒斯坦人 如果今時今日 你還支持他的話 這樣 就根本上 你就是等同 等同什麼 等同恐怖分子 是不是 你打中國 沒有意思的 你要搞的 當然要搞中國共產黨 拜登 是不是 中國是什麼 是一個殼 那就是說 你搞的 就是要搞 執政黨 如果那些人 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話 這樣 這個必然會受到牽連 這個概念 大家一定要明白 有些人分不開 經常都說 人道災難 你打哈馬斯 接著就令到 巴勒斯坦如何如何 其實你有權選擇 其實今天你就見到 巴勒斯坦的難民潮 開始走向加沙地帶的南部 英國人端正了 日本韓國都端正了 最重要的就是 印度 印度發公開聲明 全面支持 以色列 那當然 他全面支持以色列 他更加也是 如果你支持哈馬斯的話 就是你支持的就是恐怖分子 莫迪就抓人封艇 就是整個西方國家都是這樣 而印度很聰明 在這裏 他就站在什麼 站在歷史潮流 浩浩相相那裏 即是說 站在世界這一面 當然 你看到巴基斯坦 聲援哈馬斯各樣東西 要的就是搞 搞的當然就是搞 麥當勞 搞以色列 但是搞不搞得出樣子 搞不出樣子 到今時今日 全球的二十個國家 不是二十幾個 因為這些回教國家 真的出聲很少 但是做樣子有的 就是 沙特阿拉伯 阿聯酋 他們做樣子 其實又是拿麥當勞來出氣 就是 哎呀你麥當勞 你支持以色列 現在你不能夠做了 但是到今時今日 還沒見到 有一間 麥當勞受到破壞 那麽我不知道後續的情況是什麽 但是你要明白 這個形勢 不會有大改變 那麽當然啦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見到的 就是 即是說 王毅 中國堅持這樣 站在歷史 和世界潮流的對面 到今時今日 沒有譴責哈馬斯 反而說 以色列 你做了 即是超出了 智慧的事 他現在聯同的 就是伊朗 黎巴嫩 這幾個國家 王毅 中國共產黨要出頭 但是我看不到其他國家 會有所支援 西瓜靠大邊 所有的力量 都擺在波斯灣 我想問你 王毅 你說要支持 那麽怎樣 中國 往往就是站在歷史的對立面 我們講一講 當日 孫中山 中共 他們 相信的就是蘇俄 即是說蘇聯 這個策略 是不是錯 亂攻 是不是錯 當然 到最後 糾正 即是說 蔣介石 當權的時候 他糾正 孫中山的錯誤 但是中國人 選了的就是 中共 當日是很明顯 但是 你也都見到 中共 他繼續選擇 就是蘇聯 但是 幾次的危機 即是說 中國共產黨 幾次的危機 無論是經濟改革開放 或者之前 和蘇聯 幾乎上眼 坎的都是得力於美國 甚至就是當日 得天下 全靠就是美國的軍火交給你 即是第二次試世界大戰之後 這個世界上 好吊詭 即是 你看到烏克蘭 烏克蘭 手把手 派出一些軍工企業人士 教你們做戰艦 教你們做飛機 結果 俄烏戰爭 你看到什麼樣子 歷史 就是這樣 即是說 侵佔我們中國 中國 幾萬平方公里 幾百萬平方公里 那個叫做俄羅斯 我們叫做俄爹 烏克蘭 手把手的 將我們 中國的軍事設施提升 還有 當南韓 和北韓 北朝鮮無一以利 中共 除了做打手 他做到什麼 但是南韓 越南韓 越南韓 我們不計 他真真正正 是 支援了 中國幾十年 甚至 認中共做老大 但是 中共都是選擇北朝鮮 搞到現在 決裂 印度也是 印度我們中國人 叫做小三小三 但是印度 是莫迪 上台 他都是親中 結果 因為巴基斯坦 問題 因為 各方面的問題 到最後 現在 就變成了 是你的對手 所以你看到 印度這一次 全力支持以色列 要粉碎哈馬斯 而中國 站在 就是印度的對立面 你要明白 印度 是整個印太地區的第二大國 就是除了你 中國之外 那當然 另外當然 有日本 日本在戰後 好像當賠罪那樣 你要技術 給你技術 你要錢 給你錢 但是中國共產黨 是隻字不提 當然 未計英國 未計歐盟 過去這十幾年 你說生意的 勾結 你和默克爾 你就看到 整個歐盟的 綏正政策 是全面這樣 希望和中國走在一起 對抗美國 那不單止 美國 美國 沒有侵佔過 中國的一寸土地 所做的事情 包括帶中國 入世貿 在 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直接這樣支援 中共 關鍵時刻 美國 就站在 中共這一邊 甚至 當時的人權狀況 一去到 所謂的 叫做 最優惠國待遇 每年簽一次 每次 我們中國 就很簡單 哎呀 放魏京生兩個 我放黃丹一個 到最後一入世貿之後 你要說 放一個民民人士 一個維權人士 放一條命 結果 劉曉波怎麼死 保愛就醫都不行 希望 用他的生命交換留下 流亡德國都不行 淋淋總總 不要說現在的 以色列 違反禁令 不停支援你中國 而你站在以色列的道立面 多謝 是不是 即是 如果你對中國越友好 他就會快咬一口 世界這麼吊詭 反而欺負到他上面 你見到俄羅斯 你見到巴基斯坦 窮到響叮噹 你見到金正恩 不停地威脅中共 他反而 甘之如意 他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對中共這麼好的國家 到今時今日 他就會說 亡我之心不死 亡我之心不死 打倒美帝主義 即是所有對中國 不是 對中共有恩的人 到最後 就是他們打倒的對象 來到這裡 我們買一買個移民廣告 移民加拿大好消息 本公司代辦加拿大工作簽證 可以大同配偶和子女一同前往 未滿18歲的子女更可以享有免費中小學教育 一年之後就可以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 申請人只需要有中學學歷 無犯罪紀錄和持有香港特區護照 本公司就可以代辦所有手續和工作擔保 WhatsApp 我們了解更多詳情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找John哥 可以落腳溫哥華 或者他可以從事 可以令到你得到居留權 來到這裡 我們賣了印度廣告 我們繼續做節目 買這個系列 只要所有的印度產品 你走來買 我們買一送一 因為我們做了自家品牌 我們要把我們舊的包裝 舊的貨我們要清掉 那我們最多就是睡眠寶 所以如果你上來買 買印度草本的話 買一送一 送的就是睡眠寶 如果你說我不要睡眠寶的話 那就買二送一 任你選 這個優惠做到10月30日 過了這個月就停了 然後我們就會把這些貨 給其他公司上架 所以如果你打算收拾多少便宜的話 這個時候 就可以來生活王國 買印度草本系列 當然這些就是我們自己的新產品 新產品都是 買一瓶送睡眠寶 就是說所有都是 你買二送一也都是 那如果是的話 因為它這系列是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對女人 男人 有前列腺 有減肥 我的車胎太厲害了 這輪開始真的要減些 有薑黃 最重要的當然有甲礦 就是說女人很多有甲礦 你吃了它可以幫到你的 那不僅是這樣 還有的 就是女人漏尿 尿頻 這些問題 變成 老頑童不適合你吃 但是這些東西 都適合你 是啊 如同美國親近 最終就變成 第二國 日本或者韓國 含民主自由體 所以一定要和歐美民主體系作對 永續帝制 其實你說得對 中國借力打力 借著西方國家 接著的扶持 但是它就在反民主 這個從來都是 這個戰爭打到現在 以色列和哈馬斯 已經死了兩千六百人 受傷近一萬人 現在已經轟炸了二百五十處 當然不止 精準打擊了二百五十處 哈馬斯 他們的軍事和匿藏點 現在 預計的 過了今晚 就會有一百萬人 進入去 加沙地帶的南部 而這裡 你也都見到 美國 美國已經打了電話 沙利文 正式 叫伊朗 我告訴你 你千萬不要亂來 整個局勢已經一面倒 這一次是有歷史以來 我見過最順雷不及掩耳 最快速可以團結最大的大多數 而最重要的就是 敵方派系 甚至號稱全世界最厲害的伊斯蘭國家 沒有一個人夠膽施與援手 是不是 而最重要的 台灣已經得到 以色列的支持 二十套的鐵窮導彈 直接賣給你 這個就是一個分水嶺 當以色列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台灣站在國際紅樓那邊 印度也都選了在那邊 連新加坡都選在那邊 但是中國就站在歷史的對面 所以你看到台灣會繼續走出去 也都令到世界上更加會支援台灣 因為他們都覺得來到這裡 所以中國已經在世界上 並沒有一個真正的合法地位 台灣選擇了對的一方 就像當日蔣介石 他選擇支持美國的一方 印度也都是 他支持的就是普世價值這一方 支持的就是自由民主這一方 這個形勢已經兩場戰役 第一場的當然就是俄烏戰爭 第二場的就是以色列 和哈馬斯戰爭 這兩場令到整個西方國家 是歷史這麼團結 也都給了個機會 西方國家 他真真正正這樣 向中共 向極權主義說不 你這一次看不到中共有什麼好處 這場戰爭其實不是以色列等了很久 是西方國家除了美國的民主黨之外 他們等了很久 因為你現在看一下 針對的就是以色列教的教徒 因為過去這種修正政策 就像德國那樣 你看到德國滿街黑衣 因為默克爾當日 他說要收一百萬的敘利亞難民 結果做到現在 很多人打劫寧元購物 什麼都有 如果你有德國的朋友 你可以自己講一下現在的現狀 跟幾年前是不是已經不一樣 法國更加是 法國只是有恐怖組織的時候 當日禁止回教徒 即是女性 戳頭戴面紗 已經引起了風波 甚至撒旦斯編那時候 直接有很多的恐怖種織混入了來 這次他們都開始醒覺 不是說伊斯蘭教有什麼問題 而是很多的恐怖主義在那裡混入來 而最重要的是 整個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文明 是格格不入 但是這裡你也看到巴勒斯坦人 開始切割哈馬斯 就以法國為例 巴勒斯坦一個所謂的叫做 宗教領袖 他公開出來說 他說 你們這些巴勒斯坦人 你不要支持哈馬斯 巴勒斯坦和哈馬斯完全沒有關係 你們要撇清界線 如果你支持哈馬斯的話 巴勒斯坦這個宗教的領袖 在法國的 他直接這樣會開除你 甚至要踢你走 你就知道 其實哈馬斯也好 真主黨也好 這些人 其實就是中東的大麻煩 而並不是以色列 今個星期 我們儘管坐定定 看一下這一場戲 這一場 我相信 會影響整個世界的格局 這場戲 而最重要的就是中共 中共來到這裡 它有沒有辦法搜下去 大家要明白 現在東盟國家 就是我們將整個世界 劃分幾大板塊 第一 就是歐洲板塊 就是歐洲 歐盟 因為俄烏戰爭 已經全面這樣 和中國行的制 不脫歐去風險 你也都見到美國 見到加拿大 北美 就是北美 怎樣 和中國的決裂 接著就到南美洲 南美洲 現在都是一半一半 而最新的就是 委內瑞拉 已經全面傾向美國投城 把口咬不過張刀 最重要是有飯開 你也都見到巴西在這裡 左搖右擺 包括阿根廷 下來了 印太地區 東盟國家 已經全面暴走 韓國 日本 五眼聯盟 已經相繼站在一起 而 稍為有具戰略意義的 就是南太平洋島國 都全面這樣 站在澳洲 站在美國 手上 那你說 你收藏上還有什麼牌打 在中國外交 你還有什麼 那其實 習近平 已經 出訪了 沙地阿拉伯 也都能夠令到沙地阿拉伯 和伊朗 講和 其實 這個成就 是卓越的 習近平 這件事 起碼別人給你面子 即是證明你有了道 這一方面 但是這一次 你站在哈馬斯那邊 這樣 這個問題就出現 表面上 這幫伊斯蘭國家 他們支持的是巴勒斯坦 但是你看到15個國家 無一援手 個個都和哈馬斯切割 反而 他們沒有真正站出來 譴責以色列 你這一次 王毅也好 習主席也好 你們很有可能再一次 壓錯步 這個時間都不錯 多謝 Gary 很久沒見 是啊 你是完全感受到 為什麽有一個人 他做什麽都會壓錯 就是我們早兩天 就做那個叫做癲狗味 你見什麽 衰什麽 究竟是國運問題 還是 我們的習近平主席的眼光問題 他下了一盤大棋 這盤大棋 大到我們沒有辦法 知道會發生什麽事 來到這裏 有兩盤大棋 只有28個like 給我一個手指 訂閱 課金 看廣告 最重要的是 幫我轉出去 可以的話 也都 多謝你們 的打賞 哈馬斯是幾年前 巴勒斯坦人選出來 現在哈馬斯做出惡幸 又說不關他們的事 假裝無辜這樣都行 其實不是的 哈馬斯是分三部份 不是 巴勒斯坦是分三部份的 選他們出來的那些 只不過是加沙地帶 不是整個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他 但是這件事是很難看的 但是你見到 現在 巴勒斯坦都已經向 哈馬斯切割 這個就是現在真正的 我們見到的東西 幾天之內就分勝負 而更重要的 卡塔爾 現在收藏的就是哈馬斯的第二號人物 究竟會引火燒身 還是以色列精準的斬首行動 現在真是不敢說 以色列軍 是全球最強的軍隊 他是世界排名No.1 不是美國 不是英國 不是法國 不是中共 中共的排名是排到世界的157位 掉尼老尾 是不是很驚人 就是說中共的軍隊是157 但是 以色列排名第一 中共為什麼是157 第一 就是沒有戰意 第二就是腐敗 國際評級出來 國際評級出來 所以沒有好處 這場仗 你站在左邊 即使打完之後 以色列或者西方國家 他就會看清楚 世界上每一個 每一個 他們好像驗屍那樣驗 究竟哪一些是他們的敵人 哪些不可以作出盟友 這次 是全部好像照妖鏡 這樣照光出來 這個才是現在我們看到最嚴峻的 當然 中共很希望擴大自己在世界的話語權 所以才由王毅主導 不停去做 但是也都因為這樣 那我問你 你11月 你要去見 見的是拜登 你有什麼可以交到差 你有什麼可以跟他說 希望港和 你希望歐中的所謂的貿易協議 范先生 你希望不要被美國打擊 所以你要去見拜登 你向韓國示好 希望可以緩和一切 你希望印度不要跟你對立面 但是他們全部所有的政治 他們的看法 和你完全是兩樣東西來的 那我問你了 你去11月 去美國 去三藩市 你去做什麼 你想和日本講和 在東海平息 你想在菲律賓海 就是我們中國的南海 就是我們中國的南海 有所作為的 但是你又再一次 令到這一幫 曾經對你有好的人 開始 散散 而我們回歸的原點 其實 由頭到尾 是什麼 由頭到尾 就是哈馬斯 他們勒索 他們要脅 二百萬的巴勒斯坦人 將他們當為他們的人群 當他們的人質 當他們全面這樣獲到解禁的時候 我相信巴勒斯坦人 很有可能 他們更加開心 明天 留言給我們 通常來說 我做直播 有 一千 一千六七人 一千八九人都有的 今晚改了的時段 只有一千一人 希望 希望明天 有些 在車上也好 在未下班也好 各方面也好 希望支援大肥 大陸已經禁日本水果入境 你錯了 最新今天 俄羅斯都禁了 俄羅斯今天也正式禁了 所有的日本開產 所以你說你們不是兩兄弟 你們不是一齊的話 講都沒有人信 中國在這裡 每每這些關口 都出現了一個世界上很大的五差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一會兒我們有生活王國 千萬不要走開 拜拜